最後為你哼共 你永遠並非一個 你覺得他唱得怎樣? 挺好 挺像圍蘭的聲音 你覺得呢? 我覺得 真的很好聽 嗯 OK 我已經很久沒試過一隻碟 放在CD盤裡面 這麼久不拿出來 因為 你忘記了嗎? 不是忘記了 是因為Loop很多次這樣聽 我最初只是為了無期去買 因為我在Apps裡聽到無期 很漂亮的照片 白色 然後有條紅色的長裙 按進去聽 聽完挺好聽 接著就買了一隻碟 歌一好聽我就買碟了 大家這個習慣一定要養成 你聽到那隻歌好聽 你就應該要去買碟 然後就放進去 發現原來其他歌都好聽 謝謝 結果我現在最喜歡的 不是無期 但我不說哪一隻 而且我還未介紹你 對著鏡頭 今天我是疑似請到Egger上來 疑似? 你有什麼證明到你是Egger? 嗯... 我很喜歡凌晨寫歌 好 那我怎麼知道 那你證明 有時候在後面 就是換下這 換下路 可能一隻歌 我有聽成十幾次 現在呢 就去到那個題目了 就是究竟哪一隻歌呢 我看一下我這個訪問 跟你合不合 我們321一定要講 你不准好行的 你一定要選一隻 你最喜歡的 我不管你得罪監製也好 填詞也好 你一定要選一隻你最喜歡的 我們1 2 3說 好嗎? 321 對,孤初 《Nice Without You》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 我給你先說 你為什麼你最喜歡那首歌呢? 因為《Nice Without You》這首歌 我覺得 在我的行業裡面 是未曾做過一首這樣的歌 和這麼大小的歌 因為這首歌 是這首歌裡面 成本最貴的一首歌 還有所有的音樂器都是真的 對於不是歌手的朋友 對於觀眾 對於觀眾 就要多說 為何這首歌會貴 例如一個音樂器 我看到你去雪地的音樂器 我知道你要去北海拍攝 我知道你要預約下雪 講一下這個預約下雪 整隊團隊這樣 我知道那個也算是一個大製作的音樂器 但一首歌 如何衡量它是一個大製作 為何要花了這麼多錢 因為這首歌 其實是 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經常聽80年代的歌 尤其是一些80年代 一些美國的樂隊 我聽很多 我剛剛還想說 我也是 但原來你們聽美國的樂隊 我也是聽80年代的歌 我也是聽80年代的歌 我也很喜歡聽 但美國80年代的樂隊 很多都八至十個人 還有他們每一次的表演 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樂器 所以其實我們錄這首歌的時候 第一首我做到一首 比較Jazz funk的歌 又是我小時候 開始聽到大 都是這種音樂類型 但可以把這首歌 變成廣東話 是非常艱難的 而且也沒有這樣的預算 但有給我做到這首歌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成本這麼高 因為這首歌 其實用了十四個音樂師 在工作室內去錄 十四個 還有我們是錄了六日和音 普通的Jazz band 可能他計算唱的 可能是三到四個 四到五個 最多六個 對 你十四個 所以這首歌 所以其實這首歌 是我唯一一首 他們在工作室內 去跟音樂師錄音 我們有去看的 因為所有音樂師 我們都拍過 是真的經歷過那個年代 才幫我錄這首歌 那這個過程應該是很開心的 非常之開心 有這麼多人可以跟你一起去玩一首歌 這個也是一個享受 但我講回我那首 《Night Without You》 我就再聽一下 我再細微一下 我才可以聽到Hifi 我再細微一下 為什麼我會聽到一首孤初呢 第一 因為它排在一首無期的後面 因為我一來 我就聽到無期 那我聽完無期 就去到孤初 然後現在移動了 我就只聽到孤初 很多次 除了Melody很舒服 很柔軟之外 你唱得很慘 是的 這首歌也是 很空虛的 這首歌 我不知道你明白嗎 這首歌唱歌的人的角色 其實是冰 男生做冰 我們自己明白 做了一個有男朋友 就不理你的角色 或者有什麼事就找你的角色 在孤初裡面 你也是做了一個 對於男生來說 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可能他有拖拍 你就遠一點了 他開心你就陪笑 那我就覺得 你唱得很悲哀的 當然你不是哭了 但我感覺到裡面 是有些不開心 所以就是 關不關你真身經歷事 其實錄這首歌的時候 我都想說 其實我自己真的很悲哀的 是 因為第一是 歌詞真的寫得 我一看完 已經感受到那個空虛感 因為其實它是說 這一個男女 其實各自都有另一半 然後他們兩個都 剛好分手 剛好走在一起 但是在女性 但他們又不是拍拖 又不算是 是的 但是很多時候 女生始終是感情動物 很快 很容易 時間越來的時候 就會代入了 是 但是男生是抽身很快的 是的 就抽身了 就和其他人在一起了 其實這個寂寞感是 比起你自己沒有拍拖 是更加寂寞的 是 看完這個歌詞之後 我自己就覺得自己 真的錄過裡面 是最空虛的 我覺得 這支碟我自己很喜歡 那 接下來 因為之前那些碟我都買了 但是接下來我會想問 譬如會不會好像之前那樣 再出到一個版 或者 甚至今次真的出黑膠 因為我記得 上次是沒有 上次有我買了 上次沒有黑膠 上次沒有黑膠 這次 這次會出黑膠 真的會出黑膠 我們也是我第一隻黑膠 是 什麼時候呢 應該大概這兩個月 是 OK 那也是的 先買一些CD 然後CD是不是還有一個玩 是 其實我們現在CD 都謝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現在有一個 第二版本 會有收錄一首新歌 現在正在製作這首新歌 你自己有沒有去聽黑膠 我自己有去聽黑膠 但是我是出街去聽黑膠 不是我自己的家 你怎麼這麼近 我知道 我剛才一進來 我已經一直在看著 所以你如果有一隻碟 突然間 你有一隻碟突然間 不知道在哪裡聽 就衝到旁邊兩個街口 就上來我這裡 我會拿一隻碟上來的 就先聽聽 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 我不會叫你一來就先買黑膠 但是如果是想認識一下的 第一 你就先上一些手機APP 聽了先 然後如果OK 我覺得真的買 其他那些歌 我都非常之喜歡 值得聽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真的 好嚇唆 因為如果你不說是真的 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是可以電腦做了 是啊 就不用真的都可以 那既然是真的 那大家又 我一會兒跟你一齊再聽多次 這個Night Without You 看看它有多爆 好嗎 OK